进风 进风 风骨头 风骨 风骨头 空骨 胸大气其实它的所有情况下 它附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 这是锁骨 这是胸骨 这里是 风骨 就是它下面这一块结束的位置 大概其就是胸腔下缘开始的这个位置 大概其 这就是胸大气的一个附着点 进风鸟鸟把胸大气在宫骨上的附着点 遮盖住 胸锁乳突击 胸锁乳突击 胸锁乳突击这个主要的造型是圆柱形 尤其是下面的这个极箭的部分 突出体表的这个部分 极箭形 那个圆柱形 另外一个部分是扁的 这个体表不是特别容易观察的 在体表形成窝了 这个地方形成窝 这个地方形成窝 肩窝 进窝 就是重要的体表标记 那么通过这个体表标记 我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肩三脚鸟和胸大鸟它们的气质点 我们只要能够得到一点 它这个边界 我们顺着这个边界走向 大概去向 大概的结束点 就能够确定出来这个肌肉的形状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就是我一说 大家应该都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真正掌握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有了清晰的讲解 再加上大量的练习 你这个每一个学不好 都能够划作像我这样 在这里呢 我再画一下 它在体表上的一个形态特征 在这个位置是比较明显的 上去之后 这条边界线 肌肉和肌肉之间的这条线 没有那么明显 我们找到这里 确定了这里 中间一连就能够确定 然后呢 它就往这边来 从这边来 夜窝前臂就出来了 夜窝前臂 咱们日常练习呢 其实工具上没有太多要求啊 可以在纸上画 可以用各种笔 也可以用平板 可以用PS 电脑都可以 目前我们在这个Ctalk上 有讲解结构的那个课程 就是把每一个知识点 涉及到的每个知识点 都给你清晰的讲出来的 做这个的目的 主要是想让大家 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 比较好用的 比较实际的人体结构 因为市面上 讲解人体结构的也挺多的 我也都有关注啊 好坏呢也不说 但是我就是想做一些 更实用的 更实际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